就是 董事长 怎么那么慢呢 你知不知道 早上起床不刷牙很难受的 你要再不回来 我就要用你的了 人家欠你的该你的呀 你你你你你是我妈 你怎么来了 刘家伯 你在这里算怎么回事 你把我妈喊来了 别说人家 人家两个女孩子的房间 你记得起来住 你不怕别人说写话 鸟腾了 现在流行同居啊 说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合作 再说毛孚也经常来 文明一点 董事长 您和他先聊 我去给您倒点水 我帮你我帮你 好 走走走 怎么 他过来你就有理了 我回头就给他爸打个电话 等他好好管管他儿子 妈 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家 我收了 不想到解决的方案 不回 我今天上午已经跟董事们开过会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如果你能在一个月内 不额外追加投入的情况下 搞定这个项目 他们就允许你重新启动浪漫巴比伦 妈 就一个月 还不能增加预算 您觉得可能吗 你不是还有人力吗 那你说 到底要干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 董事会才能全力支持我呢 等你搞定了所有技术方面的工作 容我想想 行了 回家吧 别老赖在人家这儿 人家又不欠你的 不 不行啊 我发过毒誓 想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就不回家 否则我一辈子讨不到老婆 妈 你也不希望抱不到孙子吧 好 我都已经跟你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跟我耍天赋是吧 这儿思考问题比较有灵感 董事长 让薛总就住在这儿吧 反正我们白天也上班 对 行 我管不了你了 你星期一必须跟我回去上班 想出办法就回 是 董事长 我我送送你 这就是你妈 我妈 好厉害啊 厉害吧 我告诉你 她常常的就折磨我 不把我当人看了 我觉得你平衡能力很好 还可以是吧 你不是老练瑜伽的吗 来来来 这样 我也行 菲菲啊 你帮我劝劝小灿 让她星期一一定去上班 哦 我尽力吧 不是尽力 我相信你能办得到 哦 我知道了 董事长 您慢走 请回吧 未来婆婆送走啦 少臭皮啊 薛灿呢 洗手间呢 不妨你们吵架了 我先走了啊 薛灿 薛灿 你可是违反住宿公约 继续学书节不敲门啊你 少废话 出来 我 什么事啊 什么时候回家呀 董事会已经做出让步了 什么时候回EAC上班呢 你被我妈附体了 你真是什么事啊 薛灿啊 你真的 懂点事好不好啊 董事长为了你去游说董事会 重新接受浪漫巴比伦这个项目 今天又过来亲自接你回家 你怎么跟你妈那样说话呢 你知道什么呀你 我就知道你不识好歹 我来自不喜欢做生意 我只想做我的音乐 要不是为了我妈 我才不去EAC上班呢 现在正好啊 反正上面也做不成了 我正好接这个理由 我们去了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大张旗鼓地说 要完成你哥的遗愿 还弄得我们大家跟你一起激动啊 还有啊 你现在说这话 公司的同事听到会怎么看你啊 这么大规模的公司 你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啊 让你哄着玩儿骗着玩儿的 急什么呀 我话还没 你让我很失望啊 你不要指望我再理你了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回EAC上班 我什么时候再跟你说话 喂 哎